大家好,欢迎来到阿里夫博览馆第25弹的部分 希望跟大家讲的主题是这个金无斯王,还是叫做未来合体 现在大家眼前看到这个就是超合金云的GX-59 大概就是2011年的出品,这个就是9年前的出品 大家都会说,这次阿里夫又是讲旧东西 其实不是的,我今次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一盒的 这一盒就是新出的未来合体,它也是超合金云 它的数字已经转为GX-59R 即是所谓的R版,一些改版 到底这两盒的未来合体,金无斯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我稍后再看 首先要看的是,他们未结合成金无斯王之前的小机下人 就是主角劍人,或者有些人叫他劍仔,他拿着飞机和机下人结合 这个小机下人 这个机下人,这边是旧款的车辅金云,这个就是新款的车辅金云 其实你看上去的话,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但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其实都有些分别的 第一就是,他的头,下巴的位置,新的位置是白色的 而旧的位置,整块面都是银色的 这个位置 另外,如果我现在就这样看 可能大家在镜头前未必看得那么清楚 其实他的颜色 就是他身体的那只红色 这个新出的车辅金云 他的红色,尤其是这些位置 是深色一点的 没有那么光亮的 但旧款的那只,就会是浅色一点 而且那只红色是光亮一点的 我不知道镜头捕捉到多少 所以其实当中一个新和旧很大不同的分别 其实就是颜色上的 所以三只相机,这个小基亚人 就是狮子和金霸机 大家都会看到 它是有颜色上的不同 但如果你看回整个设计,结构各方面 其实很坦白说,分别真的不大 没有很大的分别 好了,转了一个圈 给大家看看 其实你看到 这些膠的颜色 其实也是有少少分别的 新的这一只 这些红色的胶料 它是比较浅色一点的 就是跟它上色 又相反的 这个红色是比较浅色一点的 这一边旧款的七合金 红色的胶料是比较深色一点的 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来看看一只狮子 我自己觉得狮子的分别 应该是三架金把 这个是幻影机械人 幻影铁金刚 以及这一只叫金无尸王 这一只狮子机械人 其实它的分别是最大的 给大家看看 首先,它这个新的合金红 这一只狮子的头 这一只狮子的样色 跟旧的款式很不一样 旧的款式的样子 比较善良一点的 而这个就在角位比较多一点 这个样子比较凶 而且它的棕模 的设计 也有点不同 大家可以看到 另外 它这些颜色的安排 譬如这个是一只色 这只啡啡的 有点金的色 而这一只 它是一个渐变色 就由一个深啡色慢慢变 到最后像橙色 另外,狮子的身体也是一样 这些位置 它本身全是一只色 都是胶件 但这个 它用了一些电道金色 而且这些位置 就不是橙黄色 这个变了一个比较鲜黄色 另外,尾部 尾部的位置也是电道了 之前是橙色的 其实它的设计各方面 它是同一只 只不过是 头部换了一件 这样就不同了 但值得留意一件事 就是说 狮子是比较多分别的 就是以前的狮子 舊款的狮子 就是可以这样 拔开头 但是现在 伸出的这一只 就不可以了 可能你一拔 就 头部可以拔出来 那你说 这么可爱 它有另一个面相 给你更换 一样是这样的 上色 这些位置是白色 这些位置是这样的 漸变色 但它就给回 这个旧的 这些旧款的头 一会给大家看 这样 就可以装上去 它这个头的 装拆 也是很简单的 其实都已经装上去 这个就是他们 比较大分别 就是说 结构也有少少不同 这个狮子 就不像刚才那个 幻影的金刚 它就只是一个 颜色上的分别 这个狮子的结构上 有少少不同 看你喜不喜欢 这些电导件 其实呢 这些电导件 有时漂亮就是漂亮 但是呢 它比较容易氧化 或者 可能这一款新款的 金无斯王 可能没有旧款 这一款 那么好保持 因为这一款 起码都九年了 其实我看到 它的颜色各方面的东西 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当然 你可能觉得它就这样 好像沉默一点 没有那么鲜 不漂亮 电导了 就会闪闪亮 可能很多人觉得 超级金 都是觉得它闪闪亮 有些金属感 就会比较漂亮一点 这些就 有句说话叫做 好看不好吃 我真的不敢说 这个 它的丝头 这个其实比较漂亮 有气小一点 它的丝头 比较凶 比较凶 这个丝头 比较善良 这个样子 其实我不太懂 怎样去形容 唯有这样去形容 它们的丝头 的口 都可以抹开 有少量可动 另外 这些手手脚脚 都是一般的 比较可以抹开 其实它们两个是一样的 同一个模 做出来 只不过是 丝头换了件 金霸机相对来说 就真的只有颜色的转变 我又不觉得它有很大不同 但你也会看到 其实它这次再出的盒金 主要的分别就是 以前一些橙色的地方 无论是狮子也是 狮子一些 它以前是橙色的地方 它这次还叫鲜黄色 这架金霸机就更加明显 这些位置是橙色的 这个就是鲜黄色的地方 主要是一个 颜色上的不同 另外 这个金霸机 駕駛仓的透明件 这个也是深色一点 这个是浅色一点 我不知道大家 在萤幕上 捕捉到多少 总之我的眼睛也是这样 是有些分别的 另外 如果是轮轮的看 我也不觉得它有很大的分别 它也是以前的帽子做出来的 譬如 这里下面有几点东西 这些位置有些一点点的东西 其实它新构也是有的 结构是没有什么分别 是颜色上的分别 这个头是它本身的幻影机型头 是比较小一点的 其实你也可以用它 如果你喜欢的话 其实这个头也比较小一点 一架飞机拆出来 但是记得 这个角要这样放 这个才是金无斯王的样子 如果你嫌它 因为不够帅子 你可以用这个头 这个头大一点 这样就会整个比例更漂亮 好了 也是很容易装拆 好了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它变身完成之后 以前来的电视 它就会说一句 诗王万岁 是这样的 希望我没有记错 我记得是这样的 不过很少人再提起这件事 我发觉没有人记得 我当时 他每次变身之后 说这句 我都觉得很有型 诗王万岁 当然 它的配音 一定让我说得是有气势 好 希望勾起大家 同意的回忆 现在做完之后 就记得 装上这些 这个就是他刚才的狮子 拔出来 装在裙板旁边的位置 没有东西 就这样放进去 这些就可以动得 放进去 也不会松 这些裙板都很紧 可以的 所以就 好了 一个巨大的机箱 就是这样 弹生 这样 和隔壁这个 可以 比较 一看 很明显 颜色有些不同 有些电道位 另外 丝头 设计有些不同 机箱的面孔 和厚 就是颜色 其实这个就 一个银色 就变成了 是这样 或者放在前些 都可以 转一个圈 给大家看一下 都一样 你会看到 这个黄色 是一种 深色的黄色 小小 大橙 这个就是鲜黄色 这个是电道色 不同 这个是电道位 这个丝头 就是一个 漸变的上色 刚才我说过 就是 好像有些分别 就是它的丝头结合 首先 就是 这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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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版的 是贴一点 而新版的 这个 是没有那么贴 条线会大一点 另外 由于它的丝头 可以装拆 所以这个位 是会转一点 而这个位 就会紧一点 这样的 它后面是上了螺丝 这样的 或者 这里 都可以玩 去换 跟它的 旧版一样 我的头 上色有点不同 我先拆下来 这个 这样的装拆 都很方便 但对回后面的位置 就可以了 它方便是方便 不过是比较松 而且你装装拆得多的时候 都会更加松 现在看到了 两个丝头是一样 不过上色不同 对吧 这个丝头的口 都可以抹大 这个也是一样 可以 不过这个丝头 比较紧 因为 好了 这部分大致上是这样 我们回来再看 好了 那 就 比分 这一只 合金云 呢 其实 它 和 圆柱神髓 方面 我觉得 都足够 的 都算是 做得 挺神似的 这样 它也可以变形 所以 在圆柱神髓 那方面 我觉得 它是值八分 另外 风格 和特色方面 它 可动性 是 脚 比较弱 手 可以的 而且 身体 是没有什么可动 即是 可以移动的 没得 腰的位置 那 是弱点 的 脚 也算是 有基本可动 其实 不是做得太好 应该会更好 那 就是 都足够 它 去替换 武器 等等 都做得挺好的 而且 今次 这个 还送了 不同年上的 獅子 给你 其实 还可以 挺好的 这个 在风格和特色方面 就 一个 懷舊的风格 就是 跟 旧盒金雲的 样式 比较接近 所以 一个新的包装 所以 风格和特色方面 我给它8分 好了 物料的内疚性 其实 参照 旧版本 其实 旧版本 物料 都做得挺好 九年 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可能 立手 或者退色 但 要留意 这个 新的 是用了电盗 这些位置 应该 就没有 就这样 颜色 保持得那么好 这么容易保持 所以 这里 可能都会打了少少折扣 另外 它这些 装装拆拆 就比较容易松 所以 我都是给 8分 它 3个8分 加上 就是24分 好了 这一集的阿里夫白兰本 又告一段落 下一次有好玩的玩具 再和大家玩过 再和大家聊过 就是这样 拜拜 拜拜